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这一期呢,我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Linux操作系统 Ubuntu的安装方法 其实Linux操作系统呢,有很多像CentOS 还有这个红帽,还有这个Ubuntu,有很多很多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呢,是这个Ubuntu的版本 今天咱们呢,一起来安装一下 看看这个服务器的这个Linux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好,先看一下咱们今天的知识点 首先,Ubuntu呢,它有哪些个版本呢 咱们来一起看一下 第一个是Cloud,云版 这个是在云端 这个呢,目前来讲,在咱们做企业内部使用时候呢 用的不是很多 接下来是服务器版 今天为大家装的,就是这个服务器版 这个比如说,咱们要在咱们的这个公司里面 搭建一个,比如说文件服务器 或者说搭建一个这个FTP服务器 包括Web服务器 都是用的这个服务器的版本 所以呢,咱们今天重点介绍下它的安装方法 还有一个是桌面板 因为这个Ubuntu,它给咱们提供了一个桌面 也有一套一个UI 有好多的公司呢,也是在用这个桌面板 同时呢,它是免费的 如果有机后有时间的话呢 为大家再装这个桌面板 今天呢,不在咱们介绍范围当中 同时Ubuntu呢,它开发了自己的这个手机版和这个平板电脑版 嗯,这个有机会的话呢,我再给大家 然后今天咱们装Ubuntu的版本呢 这个版本号是多少呢 是这个14年04月的这个版本 14.04 大家注意看我后面的地方 LTS 说明这是一个长约版 什么叫长约版呢 就是说这个版本的OS里面所有的这些文件 用到的库文件 嗯,它会维护五年时间 这样,因为咱们是做服务器的这个 这个OS的应用嘛 如果它只维护两年三年的话 之后呢,咱们这个服务器还有升级 对咱们这个系统的管理呢 不是很利的 所以呢,这个地方 呃,采用的是这个LTS版 这个,咱们在开发自己的这个 呃,网站系统的时候 采用这个OS选型的时候呢 如果您用的是Ubuntu Ubuntu的话呢,也希望您用这个LTS的长约版 好,今天咱们看一下 今天这个,所要做的这个作业内容 第一个 咱们是把这个Ubuntu 这个14.04 这个LTS版本的下载下来 然后呢,把它安装到这个虚拟中 我的这用的是Mac电脑 本地呢,装了一个叫做这个 VirtualBox的这么一个这个虚拟机转件 我呢,准备装到它里面去 好的,这个Ubuntu的官方网址呢 就是这个网址 一会呢,咱们会参照一下 然后具体的咱们,呃,下载它 然后呢,今天的这课程文件呢 我会放到开言之工的服务器上 也请大家参照 好的,咱们马上进入这个Ubuntu的官方网站 大家看,就是这个地方 我是用火壶打开它 在这个地方呢,上面呢 有很多的这个Ubuntu版本 今天咱们所用的是这个Servor版 服务器版,咱们点击这个服务器 好,点击服务器之后呢 只有一个是下载服务器 然后这个地方咱看 它最新版本呢,也是那个14.04 LTS 然后咱们点击这个下载服务器 好,咱们看啊 这个服务器版本呢,有很多 这个呢,是最新版 这个最新版,呃,据我了解 它支持的应该只有18个月 而这个LTS版呢 虽然老一点,但它支持5年时间 咱们呢,作为这个 呃,企业级应用呢 肯定要用长约版 所以呢,咱们下载这个14.04.3 的这个LTS 长约版就好了 好,当咱们点击这个下载按钮的时候呢 呃,这个文件呢 是一个ISO的光盘的这个虚拟文件 就能够下载到咱们本地了 因为我今天呢,已经下载完了 所以呢,我在这里呢 就不再下载了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自行下载并安装 下载完成之后呢 是一个ISO的文件 然后现在呢 这个虚拟基准件 都支持这个ISO的这个文件的光区绑定 我呢,现在呢 其实已经绑定好了 并且呢,已经运行起来 咱们呢,就在这个画面上 咱们进行下一步的安装 好,我现在往下走啊 咱们开始安装 我先选择这个中文简体 然后选择第一个 安装服务器 好,它现在已经启动了 好的,然后呢 进入了这个启动界面 刚才报什么错咱们不管 可能是虚拟基的一个设置 咱们不用管 咱们选择这个安装语言 咱们用中文 下一步 然后选择语言计算账吗 是 咱们的区域呢 中国 然后是否检测 检测 汉语 检测布局 咱们某人就想汉语 它在搜索咱们的光区 不管它 目前我的这个是有虚拟光区 就是绑定了咱们这个 安装的这个ISO的文件 好 看来是个安装是有点慢啊 好的 它现在加载额外的组件 咱们稍等一下 咱们稍等一下 因为我在工作中啊 以前讨论过 是用CentOS 还是用这个Ubans 因为如果用那个 那个红帽呢 Red Hat那个呢 那个是企业版 是收费的 而且呢比较贵 所以我们一般不考虑那个收费软件 只考虑CentOS和这个Ubans 后来经过这个协商 包括这个多方面的平衡 最终呢 选定了这个Ubans 从2011年开始 一直用到今天 正好五年时间 呃非常稳定 呃 所以我觉得呢 呃 咱们以后再开发自己的这个 项目 或者说做自己的系统的时候呢 呃 希望大家也喜欢这个Ubans的系统 呃 非常稳定 非常的好啊 我看看这是啊 这是给咱们的这个服务器 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咱们叫Ubuntu 这个 六十四位机 咱们取Ubuntu 六十四 这个发音啊 是叫Ubuntu 还是叫Ubuntu 呃 我现在也是说不好 不过呃 呃 英语发音 中文发音 还有现在我在这个日本发音 呃 都不一样 呃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发音 暂时叫Ubuntu吧 Ubuntu 2有点像英语发音 好 咱们在这说上一个这个用户名 比如说小马 我这就是小马啊 小马 好 回撤 账号名也是小马 回撤 输入一个密码 好 我在这输入一个密码 然后再输入一次 呃 咱这密码尽量长一些 短的话被人猜到肯定不是很好 然后这个地方咱们大家请注意 您的主目录是否加密 呃 选择加密的话呢 可能能够提高咱们的这个加密的这个安全性 但是呢 我在实际卡过程中啊 加密的时候 有好多的问题 比如说咱们在做这个 SS 呃 SCP 或者是 Async 这个文件同期的时候呢 呃 如果是你不登录你的主机呢 别人是没法通录 是没法同步你的文件的 也许你把你的这个 这个预证明书已经公开给他了 但是他还是没法使用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我推荐咱们大家使用这个不加密的这个选项 好咱们下一步 啊 正在读取时间 咱们等他一会儿 啊 因为我在的是日本东京嘛 所以他提示是这个亚洲东京啊 展示咱下一步就先就先选东京 然后他是说是我的整个词盘如何使用用LVM OK 我选用LVM 这个可以对分区进行详细的管理 好 下一步 是否写入词盘并配着LVM yes 是的 啊 我的那个虚拟硬盘呢 有8个G 咱这就是8个G 回撤 好的 咱们把它写入词盘 这个咱们都用默认试试就可以了 正在安装系统 稍等一会儿 因为我现在实际工作中呢 用的比较多的服务器是这个亚马逊的AWS 那个里面呢 有好多的这个默认操作系统 那个其中就有这个Ubuntu的这个最新的版本 所以我呢 一般采用那个版本 那个也是 呃 呃 那个呀 所以不用自己安装 他是给你安装好之后 生成一个实例 呃 instance 然后咱们只要去影响它的实例就可以了 然后呢 服务器的具体的设置 呃 都是靠咱们自己 服务器安装呢 其实亚马逊都给咱们提前安装好了 有机会呢 呃 或者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再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 亚马逊AWS的这个服务的使用 不过目前来说呢 咱还是自己从头开始安装这个OS 可能学习呢 会比较彻底一些 好 现在是安装到什么地方 我看一下啊 现在是在安装这个 Ubuntu的这个Linux的核心部分 啊 包括投文件核心部分 好 咱们等他一会儿 因为这个Ubuntu它内部提供了好多的这个这个软件包非常的好 这个软件包自己呢 呃 啊 也不算自己是这个Ubuntu官方网站会给咱们提供这个软件包的维护和升级 比如说打这个安全补丁等等等等做的非常的好 所以我用了现在这个Ubuntu我用了大概五年的时间 呃 安定性我感觉非常好 呃 没有出过一次的故障 不过我用这个AWS亚马逊的服务呢 倒是亚马逊有强制这个服务器给我重新启动两次 但是呢 这个不是操作系统问题 是亚马逊的漏洞 啊 这个是另外的话题了 好 现在咱们还在安装过程中 看起来好像还要花一点时间 咱们再等它一会儿 安装额外的这个 这个程序包是什么东西呢 啊 因为我现在是这个Marco版本的这个这个Vetrobox的虚拟机 所以呢 嗯 看起来这个界面呢 稍微的 嗯 我觉得是比Windows看起来美观一些 哈哈 可能这个人者见人至者见智 这个呢 嗯 每人都是不一样 这个地方要输一个本地网络的代理 咱们不输 就这样回车就完了 因为有的这个公司内部啊 需要试试一个代理服务器 才能访问外部出口 现在他是要从网上下载一些最新的文件 所以他问咱是不是要提供一个代理服务器 那当然咱们不提供嘛 我在这里呢 是可以直接上网的 我就算下一步就可以了 哦 看来他下载的文件还不少 有61个 我的机器配置性能呢 应该也不算太低 也是这个2.2.8主频 然后是双核 内存是8个G 呃 我认为这个系统还是可以的 不是很慢 包括我在做这个手机开发的时候 用的那个Xcode呀什么的 包括也用到这个Eclipse也用的比较多 呃 没感觉出来太慢的效果 呃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Mac电脑 我感觉总的来说 比这个Windows这个 呃 要快 而且呢 一些软件的处理方式呢 虽然和Windows处理方式处理习惯不一样 但是呢 嗯 作为我来讲 我现在已经慢慢的适应了这个 这个Mac的这个系统的使用方法 因为Windows 我确实使用的时间比较长 打几年 也使用了十来年 将近20年吧 然后呢 Mac的话 我是从11年开始使用Mac 使用到现在 嗯 总的感觉呢 嗯 Windows现在其实是在走下坡路 包括现在 嗯 昨天我看的新闻 Win8好像已经停止这个支持了 哦 这是什么啊 这个地方大家请注意 这个在咱们安装这个WB2的时候呢 会提示 是不是要自动的更新这个系统的一些个安全漏洞 这个就相当于咱们在Windows的时候 那个WindowsUpdate更新 咱们要选择自动更新 这个没有问题 如果不选择自动更新 咱们每天要手工进来更新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麻烦 推荐大家选择这个第二项 自动安装安全更新 咱们选择这个项下一步 啊 我推荐大家这么选 他选完这项之后呢 只会给咱们安装这个OS 不会重新启动 这个请不用担心 下面我看啊 下面是选择这个服务器软件 首先 咱们要通过SSH登录 所以第一个要选上SSH服务器 这个没有说 第二个是这个 预名解析服务器 嗯 今天呢 咱们不做预名解析那个 它的预名解析是用到到那个Bound 那个软件 咱们今天呢 嗯不做这个预名解析服务器的介绍 所以呢 咱不选它 下面是LAMP 这是那个 PHP PHP的服务器 这个咱不管 下面呢是Mail Server 这个是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 服务器做成一个邮件服务器 它用到是这个 PostleFix 嗯 咱们先不用 PostleFix 嗯有时间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在工作中也用过PostleFix 配置自己的优点服务器 接下来呢是PostleGrey 这个呢是一个数据库 这是伯克里大学出的一个数据库软件 嗯目前呢来说最新方面应该是9点9点几了 我忘了 嗯这个呢咱也不在真法靠一个方面之内 然后呢还有一个打印机服务器 Sanbar Sanbar服务器呢是说 这个 这个 Ubos这个服务器 要不要做成一个和Windows这个 进行那个文件互换的这么一个服务器 如果从文件互换服务器呢 就选上这个Sanbar服务器 这样的话呢会在Windows系统中 看到这个 Ubos的这个服务器呢会有一个共享文件夹 然后呢可以做一些文件拷贝啊 共享等等都可以 同时呢也可以参加这个 Windows的这个 现在叫做活动目录数 这个域的这个管理也是没有问题 下面是这个Tomcat 这是Java 不是Java脚本 是Java的一个这个服务器软件 主要用于执行这个GSP和Sorlight 嗯 这个不在咱今天讨论范围之内 然后这还有个虚拟主机 这个是什么 我就没用过 然后还有一个手工安装选择 咱就不选了 咱直接选下一步 诶 跟Tab 好 咱只安装SS 这个SSH这个服务器 好咱们选继续 嗯 在这个Ubos里面啊 有好多可 呃 比较实用的命令 有机会的话呢 呃我会像做其他的这个教学视频一样 呃都给大家讲解一下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也欢迎大家收看 好 咱们继续安装 还没有完 不应该说呃 Ubos安装是比较快的 呃当然了 也要看您这个机器的配置和服务器的配置 呃我目前安装它最多也就是十来分钟 如果不做那些详细配置的话 大概十来分钟应该就能够搞定 好 现在是安装啊 manDB man呢是一个这个用户手册的数据库 有好多这个系统中的命令呢 它会有一个man命令进行管理 然后呢 咱们敲上这个man 再敲上咱们那个 呃 Ubos的系统命令 嗯 这个在控制台中敲上这个的话呢 嗯 它会给大家显示出来 这个命令具体的使用方式 以及参数等等都没有问题 不过man的这个命令相对老一些 最新的这个命令呢 就是说这个用于这个这个命令介绍啊 等等等等 这种手册式的命令呢 用info info 这个呢是比较新的这个用户手册的管理的这个命令 不过有时间的话呢 嗯 这些东西呢 我都会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咱们今天继续安装这个Ubos呢 Ubos 啊 这我发音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发比较好 因为我在日本这边呢 大家都叫Ubos 他那个TU 最后的TU啊 在日本发呲的音 可是在英语应该发to的音啊 在咱们国内怎么翻译我还是不太知道 嗯 可能在咱国内的话 翻Ubos可能会比较好吧 嗯 那那我注意一下 以后咱就叫Ubos 不发字的音 发to的音啊 好 啊 这还没有装完 这是在装一个英文语言包吗 嗯 还在下载文件 我的网速应该是不慢的哦 我的网速最快的话 咱先不说下载 上传的话 最快的话 因为我现在在做这个优酷视频 一秒钟能传到三四兆 嗯 应该是我 我对现在这个网络还是很满意 而且我是用这个无线传输 用的不是有线传输 用的是WiFi的 嗯 用的是WiFi的网络 好 现在正在清理啊 正在清理临时文件 好 现在装到97% 马上就完了 嗯 正在下载JRUB包 JRUB是一个多引导的一个package 就是说咱们在这系统中呢 可以进行这个多引导 我可以装各种各样的系统 我看一下他这是要干什么 哦 他要把这个JRUB包写到我的主引导记录中 是让他写吧 现在这个时代做这个主引导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我记得以前我们学习电脑时候 嗯 用DOS啊 用Windows啊 还有多引导啊 挺麻烦的 还有写主引导记录啊 挺麻烦 现在呢 确实这个技术先进了很多 非常的简单了 现在说安装已经完成 让我取出光盘重新开始 好继续 好 现在出现了一个启动选项 我选第一项 启动刚才咱们安装的 我不用做的版本 差点就说错啊 OK 启动 OK 咱们启动起来了 咱们登录一下 用我刚才那个用户看看能不能登录进去 小马 密码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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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登录进来了 OK 咱们看一下 没有问题 好的 到现在这些两边纸呢 咱们这个Ubuntu的这个OS已经转完了 以后呢 我会介绍一下关于这个系统的 其他的一些个写法 包括配置服务器 嗯等等等等 一些个我知道知识呢 都会从这种视频介绍给大家 也欢迎大家呢收看 好的 今天的一个分享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